在台北的百齡球場 每到週末 就會出現一群 很特別的橄欖球員 他們是一群資深 跟超級資深的球員 換裝以後 用球褲的顏色來區分年齡 黃色球褲70歲 而紫色就是年紀最大的 他這就是三歲的 83歲 用三種不同的語言 說了三次83歲 因為這個數字在球場上很重要 黃褲子是70歲 然後紫色褲子是80歲 所以對我們來講 他就是來這邊運動的 我們也不會對他進行任何的碰撞 或者什麼 就是來這邊關心一下學弟 不管活到幾歲都要一直動 也要回到球場上 享受被陽光考過的炙熱感受 禮拜六禮拜天我一定來享受橄欖球運動 看看老朋友我70幾歲 你說要跑到哪裡 雖然大部分的長輩活力都比不上這群球員 但是只需要一點點的協助 也能夠讓他們一直活躍到老 這一天我們來到位在蘇澳的聖湖社區活動中心 這裡有專業的復健師帶著十幾個社區裡的銀髮族進行每週兩到三次的健身課程 如果是有痛風 有痛風它有時候是尿症會過高的話 這部分我也在你療癒 你想說我這樣痛我就不敢動 那就很糟糕 盡量出門動一動就是最好的養生 88歲的鄭爺爺 雖然之前因為中風行動有點不方便 但是有專業的復健師協助他運動幫助很大 他是會有一些阻力可以訓練他大腿那個內外側的肌肉 那如果合併有一些那個年紀比較長的 可能會有一些尿失禁的一些問題 長期這樣做之後會改善那個問題 這個會流汗 在別人面前努力的流汗也是復健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這套健身課程一輪要做八種器材 最特別的是都有體能紀錄可循 在會診之後會送交醫療機構進行分析 每一個長者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隨身碟 在機器的運動時候可以把他們所有的數據登錄下來 然後也有專業的團隊來為我們做分析 有別於過去 醫療跟長照分屬於不同的系統 在長照2.0的改革方案中 正在以社區為單位設法建立一套介面 整合這兩者的機制 讓高齡者能夠在地老化 長照2.0就有去設計說 它有一個叫做失能預防的服務 所以這也是我們希望說我們所有提供的這些服務內容 要確實有效 達到我們失能預防的那個目標 有別於過去 醫院的復健目的是要把病人治好 但是在社區活動中心或者是長照據點 主要的功能則是鼓勵長者活動 協助他們恢復日常生活 甚至讓他們一直活躍到老 而接下來 各地的社區是否能夠站上最前線 跟醫護還有長照單位合作 將是左右引法台灣的未來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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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